大家好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在1月5号的节目中 我们以邪教本质昭然若接为题 对一些至今还在痴迷法轮功的练习者进行了采访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广大观众都对这些法轮功练习者中毒之深 愚昧之极感到痛心不已 现在我们一同再来看一看其中的几个片段 可能大家对最后这位法轮功练习者的印象会非常的深 从我们记者一开始接触他 一直到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盘查 他始终不肯说出他叫什么 他的家在哪里 那么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他的家到底在哪里 他为什么对法轮功这样痴迷不悟呢 不久前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 由于这个女青年在天安门打横幅喊口号 扰乱了社会秩序 又不说出真实姓名 她被带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 由这里的公安民警继续留置盘查 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讲 因为我不想讲 人总有个家吧 对不对 这个家也不是我的家 那家不是你的家是哪儿的呀 谁的家呀 别人的家 别人的家 那你父母呢 没有 没父母 对 是生下来就没有还是 生下来就没有 生下来就没父母 对 谁生过你啊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也不能做解释 最后 这位练法轮功练得连父母都不认的女青年 在公安民警的耐心工作下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她叫刘畅 是吉林省苏兰县人 她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带回原籍 由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那么她到底有没有父母呢 记者找到了她的家 在她家 见到了她久病在床的老父亲 他平时啊 他有一本那个什么法轮大话不什么玩 就念那玩等等念 他就是 人家头一天我也不知道 他说爸呀 世上有没有佛 我这个佛 你都说是这个佛 那个佛 我说那佛在哪呢 谁是佛 刘畅的母亲已经去世 刘畅的哥哥和姐姐在广东省打工 家里只有刘畅一人在照顾父亲 那您当时一个人在家呀 一个人在家呀 那都没办法了 我上厕所 我腰疼 肠癌 肠癌 这个病不亲 肠癌呀 刘畅的父亲患直肠癌 已经转移 并发肝癌 身边离不开人照顾 那他怎么样 就一下子就走了呢 刘畅为了自己能成千成佛 就这样将他的老父亲扔在了床上到天安门去了 女儿是一个 你看到吗 这这么重 往他给我按摩 这刚才我还想 我说这是孩子 自然你就给我摸了 刘畅孩子在身边就好了 很孝顺的孩子 病重的父亲在思念女儿 他的女儿又怎么想呢 你想不想见你的父亲 告诉我 不想见你父亲 你知道你父亲病重吗 知道你父亲病重 那为什么不想见父亲呢 不知道他怎么会笑得出来 他父亲还盼着他早点回来 养肥 我还有个小外孙子想 剩下就躺了 在世上没有我想念了 还会回来的 恐怕是看不到了 能看到 肯定能看到 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事 我觉得这几天就要 没有 你们不知道我生血没有了 几天就要没有 你好好养着 还能见到刘畅 刘畅还 见不见到都无所谓了 还能回来的 既然他扔了我了 大法师他爹妈 比他妈都未重了 那还有什么 那就无聊了 这样的悲剧 发生在很多 有法轮功人员的家庭 对法轮功人员来讲 只有像刘畅这样 抛下亲情 才能去掉所谓的执着心 达到他们的师父 李洪志的要求 只有这样 李洪志才会带他们 到所谓的天国世界去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的 邓红也曾为法轮功痴迷过 去过天安门 打航服喊口号 当他从家里不辞而别后 他的家人到处找他 自从我走以后 他们我父亲天天到火车站 真是就是可以说 就想在茫茫人海当中 我去寻找他亲爱的女儿 特别希望 他的女儿奇迹般的 出现在他的面前 邓红抛下的 还有他不满十岁的女儿 我天天的孩子到睡觉的时候 就找闹啊 就难受 这孩子天天苦 我就说 我说你还有什么隐性啊 你这孩子在每天 踢戏地找他的母亲的时候 你正在跟这些乌合之中 混击这些乌合之中 之中练功 女儿要找妈妈 大人只好骗他说 妈妈出差了 当邓红的家人 得知他从北京 被遣送回来以后 全家人都到火车站去接他 老人 双方的老人 还有我亲妹妹都去了 去了看见到我以后 就喊我的名字 告诉我赶紧清醒 看着我们 他把头扭过去 他不看你 不理我嘛 一喊他也不至少 甚至他扭过头去 不看我们 当时我就想 我想这就是对我的考验 就是他们用情来干扰我 所以当时我真是就冷漠地 把头给扭了过去 邓红为什么会对家人 这样狠心呢 他那里不说吗 你得 就说 家里人 就是用情来感化你 实际上就是等于 这些家人被魔控制着 来 比如说让你动情 你要是动一点情 都圆满不了 所以必须得完全把情委去掉 对法轮功痴迷者来说 他们只有按李洪志的要求 放下人的一切 才能实现李洪志所说的 所谓的最后的圆满 说一类洗面 我体会不到 其实从他走以后 每天都是这样 四十个危险的 他都是这样 所以把他们特别害得 李洪志还说什么 又是什么真善人 又是什么 他是最最最那个慈善的 最最伟大的人 他都亲亲都不要了 父母什么都不要了 自己子女都不管了 而且不不不不告诉任何人 就就就就出去了 就抛弃了 这这这算什么 真善人 这说实在地 一点人性都没有 现在邓宏终于明白了 自己当时的行为 给社会给家庭带来的危害 以前也是那种好于无劳的人 也是挺自私的人 总是为了自己 怎么样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一听说他这里 可以让你当佛 你当然是很高兴的了 那个洪银呢 就是他写的那个诗嘛 就说什么法 法轮世界是怎么美妙的 就说都给我们 度到法轮世界当中去 那到了那个世界 会怎么样呢 你们 到那世界以后 就是没有痛苦嘛 都是 就是说 你需要什么东西 你只要一想 就是伸手就来 就是这样的 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对 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实际上那时候 我们真是都是特别特别的自私 真是极端的利己主义 李洪志的蛊惑 使这些法轮功人员的私欲极度膨胀 为了求得所谓的圆满 他可以完全治亲人 家庭 社会于不顾 同时 为了让法轮功人员彻底走出来 李洪志还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恐吓 这次是在严肃的教诲那篇经文里 他那么讲的 说有一些人还在家里进行所谓的修炼 所谓的坚持学转法轮嘛 那实际上都是被魔控制的 他们不配做大法弟子 这些人等以后的结果 就是行神全面 行神全面 他讲就说 你不单是精神精士 精神精士 你就是特别苦 等以后就是永无止境的 你的元神不灭的 你就永无止境在痛苦中灭尽 前面是成仙成佛的利友 后面是行神全面的威逼 李洪志只给法轮功人员的唯一出路 就是抛家别子走出来 和政府对抗和法律对抗 就说我们这些人 那都是受骗的 他说给你什么成佛 这是不可能的 根本事情不存在神 那都是完全是李洪志 他就是用这种神话吧 来蒙蔽我们 他有他的那个目的 想自己称王称霸 想主宰整个国家 利用我们这些痴迷者 实际上到现在以后 我们不断没成佛 反倒什么都没了 看看刘畅 看看邓红 看看这两位法轮功练习者的命运 法轮功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久病在床的老父亲 可以撇开不管甚至不认 需要母爱的小女儿可以抛在一边 在李洪志所谓的真善忍的蛊惑之下 他们连最基本的人性亲情 连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都没有了 这难道就是李洪志勾画的 那个美妙的法轮世界吗 看看他们这样的命运 我们也真的该拉他们一把 事实胜于雄变 法轮功无疑是反人性 背离人类基本道德规范的邪教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 至今还在痴迷法轮功的列席者 真的该清醒了 请你们在真与假 善与恶 美与丑之间 做出你们的抉择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会